- 天主鼠車車 哈囉!大家好啊我是小貓 去年2021年1月一個毒品集療癒神舟問世了 只有羊毛毡製作的可愛毛榮鼠鼠車車 每一集只有兩分鐘的逐個動畫 來試出的第一集就在社交圈掀起了翻天巨浪 那時候出現了一段話來形容這個現象 小朋友才看鬼滅之刃 大人都看天主鼠車車 沒錯,就是噗一噗一天竺鼠車車 這是一款影片沒有任何對白定格動畫來呈現 僅僅只靠著不同的天竺鼠車車的叫聲跟肢體動作 就擄獲了各位大人的喜愛 動畫的劇情都是以不同的情境跟幽默可愛的搞笑方式 來宣導不同的交通觀念教育影片 每隻天竺鼠車車都擁有他們各自的名稱 而我們今天要來分享去年天竺鼠車車這個IP 出現在 NS 主機遊戲推不推薦來購買 好啦,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大家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會做我下一隻的影片更新唷 好的,那我們直接開始了 噗一噗一天竺鼠車車一起來天竺鼠車車派對 於2021年12月16日由萬代南夢宮發售 售價為1290元 這是一款多人的派對遊戲 遊戲中總共包含40隻不同的天竺鼠車車 跟分為三種不同難易度各十種不同類型的多人派對遊戲 遊戲中玩家們使用噗一臂來進行解鎖天竺鼠小鎮的建築 大約一個小時就可以看到遊戲的片尾去了 非常非常的快速 其實如果以個人單人模式的話 兩層的系統部分會獲得快樂大於小遊戲的遊玩體驗 每一隻的天竺鼠車車都可以替他們裝扮 解鎖所有的動作跟拍照 在一個早上遊玩下來之後覺得有蠻大的缺點 如果在固定的相機視角下來說 盯著也算是蠻療癒的 但這款遊戲存在非常大的缺點 卡、吊針、介面的優化很差 這個真的是踩到我超一大雷臉 在遊戲中玩家們光是看到上面的移動系統 就已經很能夠直接感覺到有點鈍鈍的 還有像是他轉場啊 白畫面或者是跑一跑的車車會突然鈍鈍的 這些卡或鈍也許對於喜歡天竺鼠車車的人來說 在購買的同時他們有心意準備了 好那麼遊戲的介面優化也有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先帶大家看觀察系統 這個觀察系統必須要說他真的非常的微妙 因為他不能夠選擇自己想要的車車 如果你想要找自己喜歡的車車觀察的話 你必須要手動尋找你喜歡的車車在哪裡 並且點擊他才能夠進行觀察 除了觀察之外 還能夠在大地圖餵給所有天竺鼠車車門紅蘿蔔 相當可愛的是 當你拿著這個紅蘿蔔在天竺鼠車車門面前晃的時候 他們每一個都像餓一百年一樣 看到紅蘿蔔就想衝上來吃 開始看到的時候覺得很瘋狂 但後來想想這好像是他們的人設就覺得還蠻可愛的 另外如果點進每個天竺鼠車車的頁面 你就可以額外跟他們進行交流 在一個大草原交流廣場上可以對他們進行摸摸 像是剛才餵食紅蘿蔔跟摸摸這些 都可以增加天竺鼠車車門的黑皮質 不過黑皮質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主要是解鎖圖鑑 以及每一個天竺鼠車車他們的人設背景這樣子 那給的錢非常的稀少 不如當作沒有 最後一個是商店 商店可以幫你喜歡的天竺鼠車車門裝飾 但裝飾的部分他其實有一些小小的限制 舉例來說像是救護車車他頭上的救護燈是不能夠摘下來的 還有一些其他職業的天竺鼠車車門 他們頭上只要有東西就是不能夠拿下來 除了之外呢還有一些額外提供給特殊的天竺鼠車車門 像是阿比他就有特殊的服裝 像是痛車跟魔法天使阿比這些類型 整個遊戲玩起來我對派對遊戲真的是沒有太大的感覺 但是他的裝飾品真的非常用心 不只是全身套裝啊 什麼左耳右耳啊 眼睛嘴巴 左邊側身右邊側身車尾什麼 這些全部都可以進行裝飾 那這些裝飾完之後就可以到照相館進行拍照 那在照相館裡面他們能夠選擇場景 以及壁紙阿地板 甚至是天竺鼠車車他們每個動作 靜態快跟慢這些都可以進行選擇 我覺得以粉絲項來說 在裝飾天竺鼠車車跟天竺鼠車車本身的還原來講 其實我前面剛剛說的這些天竺鼠車車的要素 大家就應該會買了 好那麼在遊戲為什麼一個小時都能夠看到結尾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遊戲中的任務他給的錢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雖然多數的內容都是要讓玩家在玩某個遊戲玩三次五次 同時解鎖了遊戲的難度以及給予遊戲的金幣 一開始我有些不太能夠理解為什麼他錢給了這麼多 我一度在前期的時候就已經拿到兩萬塊 光是解鎖建築物其實可能大概一兩萬以內 在隨著解鎖的過程中其實拿到的錢真的越來越多 主要這個錢會這麼多的原因是玩家在裝扮每一個不同的部位的時候 有一些裝飾品甚至套裝都會需要三千塊 那比較小一點的裝飾品至少也要八百 像在影片開頭我也有講過說就是養成的部分其實能夠獲得很多的快樂 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不只可以養自己天竺鼠車車也不會有任何作業感的感覺 好那接下來要來跟大家介紹十款遊戲的大致心得了 每一款遊戲都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天竺鼠車車來進行養成 那在養成的過程中啊玩家可以獲得Happy值 首先是第一款DJ台的天竺鼠節奏 玩法非常的簡單只要照著上面的A B X Y來進行跳舞 再來越精準的時間點按下就能夠獲得越高的分數 不過我真的必須要說遊戲中會卡頓這一點 真的影響到很多小遊戲 像這款小遊戲裡面明明按的節奏是一樣 可是它跑出的分數會不一樣 有時候甚至我會覺得我只是隨便按了一下 它的時間點都是對的 在第一次玩的時候我其實沒有意識到我自己有這個Lag的狀況 是大概玩到第二第三次在解鎖任務的時候 發現它好像有一點點些微的不一樣的判定 不過小遊戲中它的好處是 無論你獲得第幾名透過你的分數來換算金幣 所以就無論是有沒有拿到第一名其實也不會差很多 我覺得它這個誤差的部分就當做是像跳Just Dance那種比較體感 它有時候會有一些小誤差 這樣子來想得失心的部分比較不會那麼重啦 再來是第二款足球場的天竺鼠足球 這款是這一作裡面我最討厭的遊戲之一 遊戲的規則非常的簡單 只要在限定的時間內踢進最多的球的隊伍即可獲勝 不過這個遊戲我覺得有點反人體工學嗎? 因為它在按鍵的上面來講 雖然它也有切換視角跟跳躍來重整他們的視角 但是因為說如果在開車的過程稍微偏了一點 左邊的搖桿的感受方向就會跟玩家平常感受開車方向是相反的 如果像是其他款啊 無論是開賽車或是後面的小偷跟警察定賽這些 都因為車子是往前開的 左邊搖桿怎麼樣的控制方向都會非常的直觀 但唯獨足球的這一款就會稍微在某一些狀況之下就會有點反人類 當下玩的感覺其實在遊戲裡面非常多小遊戲的關卡 都會有Full Guys裡面某一些關卡的即逝感 像它這一個裡面的關卡它的設計的感覺也很像 只是說它包裝的很可愛這樣子 第三個馬鈴薯的司機駕駛的家 天竺鼠進超超派對 透過司機在睡覺的時候跳舞來獲取更多的分數 但是啊如果駕駛醒過來的話就要趕快躲在家具的後面 不能被發現 否則就會進入一段無法進行跳舞的時間 第四款電玩遊樂場 咻咻咻戰地盤大賽 只要在時間內將地磚塗滿最多的顏色就可以獲勝了 第五款垃圾場 天竺鼠車車大掃除 這款應該是PV上面最引大家注目的小遊戲了 在遊戲中透過在城鎮撿起垃圾 拿去給天竺鼠垃圾車車的話就可以獲得分數 遊戲以小小的限制是一袋垃圾只能夠由一位車車撿起 並且每個人最多就是攜帶10袋垃圾或是有一個比較大等於2袋垃圾的大垃圾這樣子 遊玩的過程甚至相當的趣味 能夠感受到其他天竺鼠車車不講武德的部分 第六款壞人的基地天竺鼠任務 主要玩法就是類似跑酷的遊戲 透過避開障礙物跟攻擊逃離這個機械的鯊魚 不過因為它過程中也會轉換視角 所以在操作上也會有一點點的微妙這樣子 第七款天竺鼠慶典樂園天竺鼠慶典 透過避開障礙物拿下終點的王冠即可過關 其實看到這裡你就會感覺到 欸 那它不就Full Guys 好遊戲值得每個不同類型的遊戲致敬 這個小遊戲也是所有小遊戲沒有我最喜歡玩的 有點可惜的是三種難易度就也只有三張圖 那前面的圖當然是蠻簡單的 後面的圖其實也沒有到非常困難 第九款沙漠天竺鼠大戰殭屍 這款玩法主要躲避殭屍 所以地板上的蜗具得分勝出 不過這更直接一點的形容我覺得它就是小精靈啊 蠻可愛的是如果跟其他的天竺鼠車車互撞的話 兩個人都會同時賺頭 在操縱上來說算是相當的不錯 但也會有一點點點些微的誤差這樣子 第九款賽車場QQ競速 簡單粗暴的賽車遊戲 不過在遊戲中的三種難度 光是第二階的難度我就已經有點打不通了 其實也是因為我本身不太會開賽車遊戲的原因 那它的第二個關卡 紅蘿蔔上面葉子的這個髮夾玩真的非常的難過 不過跟朋友一起玩的話算是真的蠻有挑戰性的 還有像是如果撞到牆壁啊 有一些可以凹陷的板子之類的 都會暈眩一段時間 或是後面啊地板上都會有一些障礙物或是地洞 會影響到玩家操縱天竺鼠車車的精準度 第十款銀行天竺鼠警察抓小偷 這款也是在PV上引起大家關注的遊戲 遊戲主要會分成兩隊 小偷隊跟警察隊 基本上就是你追我跑 兩個小偷不能夠同時被抓住 如果被抓住的話就要狂按B掙脫 或是在追逐戰的過程中 可以丟出紅蘿蔔給警察讓他停留在原地 這個非常微妙的是 在單人的模式過程中 我覺得小偷真的超強 但多人一起同螢幕一起玩 警察就會變得超強 主要原因會因為上面的橫幅影響到玩家的視線 變成最後是小偷看不到資訊 警察光靠撞就能夠解決問題 以上每一個遊戲都有三種不同的難度 透過解鎖每個小遊戲 基本上都會有地圖變大或是換地圖 AI對手變強等等 好 那麼這邊就先幫大家總結一下 如果你是天竺鼠車車的鐵粉 你非常喜歡天竺鼠車車 那你買下去只要作為收藏使用 那當然是非常OK的 可是如果你是覺得它這個派對遊戲 看起來好像很不錯 感覺好像可以買一下 如果你有這種感覺完全是錯覺 我真的超級不推薦大家買這款遊戲的 這個遊戲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天竺鼠車車它的40台都非常的還原 那每一個都有它們的特色跟可以裝飾的部分 但是它的介面跟優化 這些等等太多的問題 都會影響到遊玩之後的體驗 那我在玩完遊戲之後 我也有稍微看一下網路上大家的評論 網路上很多玩家 可能都是因為非常喜歡天竺竺車車而買的 但也有一些玩家分享說 就是遊戲有卡頓啊 Lag掉症等等的問題 雖然我完全同意賣遊戲給 喜歡這個IP的玩家 不是一件錯的事情 但優化做得差強人意 遊戲的內容還有點滑水 基本上就是一個下午小朋友在家裡玩 玩一輪派對遊戲 下一次基本上就不會打開的那一種 所以真的建議 不是收藏而是有其他期待 就不要買來入手了 如果想要玩派對遊戲 我頻道有推薦過一些NS的遊戲影片 可以點擊右上角資訊欄參考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小貓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超級讚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關注我的社群媒體帳號 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